森先生 你好 你好 你先把個人日文背景介紹一下 OK 我是在日本念書跟工作 大概合計10年 在日本念了語文學校 還有大學 還有兩年的專門學校 那之後在所謂的CNC的日本公司上班 然後大概前後10年 之後才回到台灣繼續做CNC的業務 那在一個因緣際會之下 我聽了我們董事長的建議 在公司裡面做日文的教學 那因此又開出了我日文的一個 事業的一個開端 所以你的日文流利 自然就會做日文教學嗎 還是有經過一些什麼學習 其實沒有 因為我是業務端 那我只把我的業務的能力 放入在教學裡面 那因為業務擅長說服嘛 所以我說服我的學生日文很簡單 其實它是一個知難形異的一個概念 告訴你它很容易 對 我說知難形異其實是概念之外 它是一個很難解的事情 可是我讓你相信我的話術 它很容易學會 你就是洗腦大家日文很容易學 是的 沒有錯 然後就進入了 對 沒有錯 可是很多人真的對日文 會覺得好像很簡單 是因為很多漢字啊 對 那是看得懂 可是你開口講很難 對啊 對 那我可以讓零基礎的人 在30分鐘之內馬上開口講日文 沒有任何基礎 可是當他學到一些語法的時候 不是就開始很難嗎 五段動詞變化 是的 沒有錯 那因為傳統的教法教你要10倍 那我的方式是教你理解之後 就不會忘記 對 一般老師比如說 教五段動詞變化 可能花兩三個小時 我這邊只要二三十分鐘 你就不會忘記了 哦 你就把業務的頭腦 導入你的這個家教教學 對 沒有錯 那後來又怎麼樣成立家教王 家教王應該這樣說 我回來台灣之後 我要開始要宣傳我的日文課程 那我剛好因為機會下去認識到家教王 其實我不是原創者 我是中途接手的 那因為家教王他的經營方式不好 本來他已經快要解散了 那我進入之後用嚴格管理的方式 把有點像是把一些劣質的家教 慢慢的從家教王裡面汰除出去 留下比較優質的下來 那這樣家長對家教王的先祝慢慢提升之後 就願意在家教王裡面找適合的老師 因為家教這個行業是沒有受過法律的保障 教了書之後收不到錢 跟去上的課也沒有費用 或者是老師來教書的時候品質不好 所以我就對家教王做這樣一個管理之後 慢慢的把他的品質做出來 所以家教王本來是個媒合平台是不是 對 它只是個普通媒合平台而已 就是透過你要找家教 透過你們的優質的篩選 是的 沒有錯 那不就跟房屋的這個仲介線上平台差不多 很像 對沒有錯 那只不過說家教王是沒有說任何的 手續費中介費都沒有 那只不過他會有一個發文的廣告費 那這發文廣告費 家教王也是全額捐給 自閉兒基金會底下的一個愛肯樂禍工廠 所以我希望我的家教王後面可以發展出一個 社會公益 跟一個可信任的一個 臉書媒合平台 可是你的營運成本呢 我的營運成本只有時間管理而已 對 它並不需要發一些費用 除了像我們今天參加這樣的市集之外 其實它是不需要營運費用 它最大的費用就是時間 那我最多的東西就是時間 就是媒合好的家教跟這個需要的家長 是的 沒錯 他有提供一些線上課程平台嗎 線上課程就是由家教自己去提供 然後透過我的審核 讓他發文在我們的平台上面 那有需要的家長就可以透過這樣 去得到這樣資訊 所以簡單就是來這邊登廣告就對了 是的 沒有錯 所以你過去看到有些家教是有哪些問題 就是劣質家教或者是怎麼樣 其實在兩年前有一個案子 他其實並沒有上報 那是因為警方有跟我說不能夠出去 有一個英文家教 到了家長的家裡面做偷竊 大概前前後偷了200多萬的 類似鑽石 現金之類的 對 然後又對小孩子下了安眠藥 那這案件是在我在發現的時候 趕快通報海山分局的副局長 這個案子才被抓到 但是他其實沒有上報 原因是因為警方希望說 這樣子的案件不要公開 就是偵查不公開 所以變成你也可以即時掌握一些家教狀況 是的 因為我本身從事家教大概8年 所以大大小問題我也遇過 那在管理家教這兩三年當中 這種問題就發現越來越嚴重了 所以我的管理方式就是為了避免這種問題發生 甚至家教在外面去試教去授課的時候 其實也有風險 因為你不知道他是誰 你到人家家裡面去上課 總是會有個危險性 對 不管是對家長或是對家教都有 所以我在前端就做一個管控的動作 但他不能100% 至少可以刪掉大概60%左右 有壞心眼的這些人 那家教網他需要提供良民證嗎 不需要 對 那基本上 因為他沒有法律規訓 我們也沒有所謂的強制權 所以我沒辦法做這個動作 但只是說我能做 扣過的是前端的簡單的篩選 讓家長去面試 那當然家長如果有疑問 他會跑來試一下發訊息給我說 版主這一個人的資訊怎麼樣 那你有沒有了解或認識 因為畢竟我經營了兩三年了 這些一些好的家教 我大半都會認識他 那當然也有一些比較有問題的 我們也會發現 但是他只是一個初期的篩選而已 那你這邊怎麼樣做篩選動作 其實我們是這樣說 當他在發文的時候 我就會從他發文去找出 他會有一些詐騙的動作 就比如說好 明明他是要增家教 可是到最後他竟然把你的資訊 轉給另外一位 問你要不要做兼職的動作 那這樣子其實你可以看到同樣的發文 會有在不同人的ID上出現 這個就有問題了 所以我在前端就可以把文檔下來 哦 這個是指詐騙的這個部分 是的沒有錯 那如果家教的人品 你是有透過面試或者是怎麼樣 人品是沒辦法 因為我每天所加入的人 是上百人甚至上千人 所以我並沒有辦法去面試 但我只能做初步的評估而已 所以就是資料的書面審核就 是的沒有錯 那能夠協助的是說 如果家長發現遇到問題或家教問題 他反應之後的時候 我會提供一些法律上的諮詢 甚至協助而已 那如果說他有發生一些所刑事或民事訴訟 我只能提供相關的建議而已 可是你好心成立平台過去有沒有家長 反而是控訴你們平台介紹這個不優質的這個家教 基本上這個沒有 原因是因為我們不推薦 也沒有介紹 我只告訴你 我當然是我自己推薦出的家教 都是有跟我見面過 甚至聊過我才會推薦 那實際上沒有交流過我就不會了 所以目前來講還沒有發生這種事情 但是會發生家教網上面所找到的家教 確實是有問題的 哦 所以就是單純的廣告刊登 是的 沒錯 如果說真的需要你個人推薦 就是你有實際接觸認識 是的 沒有錯 你才會做這個動作 對 比如說我有跟他交流過好幾次 甚至我們的理念是相同的 那這樣子的家教 出本上的人格的特質 我是認為是ok的 因為畢竟我是做業務的 我做私警的業務 大概聊了10分鐘 人品我可以掌握到一點點左右 就可以觀察面向就對了 是的 沒有錯 跟你交流的動作 我就知道你的個性大概屬於那種屬性的 所以其實家教跟那個費用一樣 都有一定的風險 因為畢竟你要進到人家家裡 是的 沒錯 對方也會有風險 你也會有風險 是的 所以我跟家教跟家長們就說 我們在面試家教 通常都是在公開的場合 再來 小孩子我們不要交給人家教 一定要參與 因為小孩子是我們自己的 家教只是某個時段幫你做一個監督 實際上家長是要參與的 對 所以我把我這幾年家教所遇到問題 我會跟家長分析 給他建議 避免說他一昧認為家教什麼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就是家長也是要陪伴就對了 是的 沒有錯 好 最後講家教網怎麼導入ESG 家教網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 我現在目前主要家長是希望能夠推線上課程 那因為像以前我們做家教是一堆要移動 甚至要出場地 還要再比如說 去花費一些不必要的支出 那家教網現在我希望能夠推上線上的課程 因為線上課程的話就可以變成 五眼佛鏡 它沒有限制 那只要一部電腦 只要一個麥克風跟攝影機就可以辦到了 甚至家教網這邊會針對所謂的特殊教育 會再做一個永續的教育的一個傳承 因為像我自己的小孩子有一些特殊狀況 我需要一個特殊老師來 所以有特殊教育背景的老師來到家教網的時候 我會特別幫他做一個審核 然後幫他媒合給需要的一個家長 好 這是我們家教網目前做的公益 以及教育的永續一個傳承 嗯 好 謝謝 好 謝謝